好 教室那边的葛同学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两万词汇巅峰速记音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两个比较重要的词根 分别是这个CLUD和CLOS 好 就是CLUD和CLOS 那么这两个词根我们说他们都演变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单词叫做CLOS 那么CLOS我们以前都知道啊 动词表示关闭啊 结束啊 都可以 熊词表示紧密的 密切的 这个意思是大家需要重点关注的啊 比如说A CLOSED FRIEND 来 各位 这儿啊 这个搭配 什么叫CLOSED FRIEND 此时我们就翻译成叫做一个什么呢 一个亲密的朋友就可以了 叫CLOSED FRIEND 好 那么随动词表示关闭 熊词表示亲密的 紧密的啊 就可以了 好 这是这个单词 来 在紧接的往下 比如下面这个搭配叫做CLOS和EYES AND FALL ASLEEP 那就什么呢 叫做闭眼 睡觉就可以了啊 好 CLOSED WANTS EYES 那就是闭眼 此时CLOS用作动词啊 FALL ASLEEP 叫做睡着了 睡觉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和这个CLOSED 有关系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排声词啊 来吧 第一个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单词 叫做CLOSED CLOSED本身啊 加了一滴 我们说此时变成一个熊词啊 所以叫做什么呢 叫关闭的 停止营业的啊 都可以叫CLOSED 大家可以重点记一下啊 我们后面也会重点讲到这个词啊 用作动词它可以表示编织 叫NATE 当然它本身也还可以做什么呢 它本身也还可以做名词 就编织出来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真知山啊 编出来的支出来的真知山也可以叫NATE 所以此时啊 这个什么CLOSED 就是被紧紧的支到了一起 然后说被紧紧的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的 所以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叫做紧密的 或者是叫做亲密的 或者是叫做志同道合的 起来啊 是志同道合的 也可以叫做CLOSED 好 所以其实它的意思和CLOSED很接近 本身CLOSED就表示亲密的嘛 这个加了这个NATE 啊 那么它表达的含义就是什么 被紧紧的支在一起的 啊 被紧紧的怎么样呢 连接在一起的 都可以叫做CLOSED 来 各位 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搭配 叫做CREATE A CLOSED NATE COMMUNITY 那就是创造什么东西 创造一个什么样的 Community 叫做社区 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 叫做关系什么紧密的 或者是关系亲密的社区啊 都可以好 所以Community此时翻成叫社区 CLOSED NATE 叫关系紧密的啊 关系十分亲密的 都可以叫做CLOSED NATE 好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下面这个单词叫做CLOSED 它的副词形式紧密的 这个不用多解释啊 好 再往下CLOSED NATE 我们说NESS 这个我们讲了很多回来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变成名词 亲密啊 紧密的名词就叫做CLOSED NATE CLOSED NATE 好 再往下 下面叫做CLOSED 什么叫CLOSED 你看加了R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CLOSED的比较集 叫更紧密的更密切的 因为CLOSED叫密切的紧密的 所以CLOSED它用作雄词 就是更紧密的更密切的 比如说你看CLOSED TIES TIE用作名词 我们一般称之为叫什么呢 表示关系 所以整个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叫做更加紧密的这种关系 更加密切的关系 都可以叫做CLOSED TIES 好 此时它就做了一个形容词 那么当然它本身也可以做副词 本身它是可以做副词 叫做更靠近地 更接近更靠近地 比如说COME CLOSED 什么COME CLOSED 来近一点 对不对 所以叫来靠近一点 再来靠近一点 反正叫COME CLOSED 再来靠近一点 那叫COME CLOSED 所以此时CLOSED 它就做一个副词 来修试COME 表示更近地 更靠近地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这个单词啊 来再紧接转下 CLOSED 那就是什么 叫最靠近的最接近的 此时EST 就是表示雄词的最高级 最高级就可以了 来再紧接转下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CLOSED 什么叫CLOSED CLOSED 那就是什么 接近尾声的 什么什么东西 快结束的 比较简单 CLOS表示结束关闭 RNG此时 他就做了一个雄词后缀 所以什么东西 行将结束的 什么东西已经接近尾声的 都可以叫做CLOSED 把它加上来啊 来比如说我们看下面这个搭配 叫做 The Closing Stages of the War 那么就是什么呢 这个怎么样 这个战争 怎么样呢 已经到了这个CLOSED Stages 快 结束的 战争啊 已经到了快要什么 快要结束的这么一个阶段 就可以了 好 Stages表示阶段 CLOSED 是行将结束的 接近尾声的这么一个阶段 来再紧接转下 下面你看 His Closing Remarks 他怎么样呢 他作为结束的这种什么 啊 言词或者是发言都可以 此时 Remarks指的是某人讲的 说出来的话 叫做Remarks 所以His Closing Remarks 就是他作为结束 他作为结语的时候的那个发言 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这个单词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这个词叫做Closure 什么Closure 啊 表示倒闭 关闭 封闭的名词形式 比如说什么道路啊 边界的这种封闭 或者是因为困境结束 或者说事情得到妥善处理之后 感觉到一种宽慰 一种如是重负 都可以叫做Closure 那么这个单词 此时啊 大家注意了啊 来 Clos此时本身就是他的一个词根 表示关闭 那么ure 各位 此时作为一个什么呢 作为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整单词第一 他表示的是关闭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 倒闭 关闭 倒闭 都是可以的 还可以指 一个让你烦心的事情 终于全部关闭了 全部结束了 之后的那个状态 就感觉到宽慰 感觉到宽慰 以及一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都可以叫做Closure Closure 来下面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搭配 第一个叫做Factory 什么叫做Factory Clos 那就是工厂 怎么样 工厂关闭 Factories 此时表示工厂 对 所以工厂倒闭 工厂关闭 一般反正倒闭 此时会更合适一些 工厂倒闭了 来下面 叫做 The Closure of Road Tunnels 那么道路的这种什么呢 这个Tunnel 我们一般叫什么呢 这种隧道 道路上面 这种隧道的关闭 这种道路的这种隧道 Tunnel 一般指的是一个 弧形的一个隧道 这个三次我们讲过了 所以 那么就是一个 道路上面的这种隧道的 关闭就可以了 好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表达叫做 Give them a sense of Closure 怎么翻译 给他们一种什么感呢 Closure 你不能说关闭 关闭感 倒闭感 不错 不是给他们一种倒闭感 或者给他们一种关闭感 不是 而是 什么 在那些不好的事情都结束了 关闭了之后 感觉到一种宽慰 一种轻松感 所以 那么就给他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给他们一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或者是一种什么呢 宽慰感 都行 给他们一种宽慰感 给他们一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都可以叫做 Give them a sense of Closure 好 接下来 好 那么是这个单词 所以 倒闭 什么什么东西的关闭 还可以指一个不好的事情 终于结束了之后 获得那种如是重负的 或者是那种宽慰的感觉 都可以叫做Closure Closure 好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这个词 来 各位 你看 这单词叫做Close up 叫Close up 注意了 它的连读啊 就Close up 这个发 Z 所以Close up Close up 什么叫Close up 它只是在我们的照相啊 拍片里面的那种特写 特写镜头啊 为什么呢 这个单词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为什么叫特写镜头 此时的Close 此时的Close 它表示靠近 接近 对 就离得很近 离得很近 然后Up Close up 所以离得很近 把它拍上去的这种东西 我们称之为叫做一个离得非常近距离拍上去的东西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特写 或者是一个特写镜头 都可以叫做Close up 它都明白什么叫特写 给老司机拍个特写 就是镜头离得很近 对 把那种拍出来的感觉叫做Close up Close up 表示特写啊 或者是特写镜头都可以 来各位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个单词 啥意思啊 这错 这个短语叫做Close up pictures of the planet Close up pictures of the planet Planet叫做什么 叫做星球 所以这个星球的什么 这种什么 我们说特写的什么东西 特写的一些照片 或者是相片都可以啊 对这个星球做了一些 或者拍了一些这种特写的照片 叫做Close up pictures Close up pictures就可以了 好 走一下 来下面的这个词叫做closet 什么叫closet 大家注意了 这个单词本身它指的什么呢 叫做储藏室 或者是叫做必除 这它最核心的含义 给大家注意了 为什么呢 此时close本就关闭 一提此时可以做名词后缀 而且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小地方 所以被关闭起来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地方 我们称之为一个紧闭的小的地方 叫做什么呢 叫做储藏室 哎 叫做储藏室 这个呢 也是非常非常好理解的 对不对 叫做储藏室 叫做closet 你看 储藏室有什么特点 对不对 就是第一 它相对比较小 第二呢 常年累月都是关门关闭的 所以一个关着的 比较小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一般就翻成叫储藏室 或者是叫做什么呢 一个必除 必除都可以叫做closet 叫做closet 叫closet 来 那么这是它的名词形式 正因为它有这个表示储藏 储藏室的名词用法 所以当我们把它再隐身 那就隐身成它的雄词形式 那就是什么呢 叫做储藏的 或者是隐藏的 下来 表示储藏的 隐藏的 不公开的 也可以叫做closet 那么是这个意思 动词化了以后 就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把什么什么 关在这种储藏间里面 把什么关在房间里 都可以叫做closet 只不过呢 这种用法相对来说比较少 所以你会发现 不管它怎么变 其实它的核心的 已经是没有变的 就是一个 关着的这么一个地方 或者是 然后被关起来这个状态 叫隐藏 隐藏起来 对不对 关起来 或者是什么呢 动词化 就把什么关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叫做closet 下来 好 来我们看 下面的这个表达 叫做什么呢 叫 walking closet 什么walking walking叫做什么 叫步入室的 一个步入室的 这么一个什么 一个储藏室 一个步入室的 或者是一个 就walking 就能够走进去的 不能够走路进去的 叫walking 一个步入室的 这么一个储藏室 就可以叫做walking closet 好 这是这个表达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这个单词是一个 还稍微有一些难度的词 叫做inclose inclose inclose 我们说表什么呢 叫做包围 围起来 把什么什么东西围起来 前面的这个一恩词时 就表示什么 进去 向内 对吧 或者是始动感觉 始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 表示进入啊 向内啊 或者是表示始动词都可以 所以 始往里面 给它包起来 此时的close 打出来了 close 它可以表示关 关闭 包围 所以往里面 把它关在里面 对吧 始至关在里面了 始至被关闭在里面去了 就是我们把它 已经围起来了 围剿起来了 这种感觉 就叫做inclose 表示围剿 或者是关闭 围绕包围 把它使它 关在里面了 对吧 叫做包围 围绕 都可以叫做inclose 还可以表示 随着一封信件 附上了什么什么东西 都可以叫做inclose inclose 来 我们来看看啊 它的核心含义 我们说叫做包围 或者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围绕 对吧 或者是表示附上 随信件附上什么东西 就都可以叫做inclose 来各位 我们看下面的这个怎么来翻译 第一个叫做inclose the flower beds 好 怎么翻译 flower叫做花 bed 以前我们都知道 什么叫bed bed一般叫床 什么flower beds 各位 你千万不能把它翻译成 叫花床 没有花床这种说法 叫什么 什么叫花坛 对不对 叫做花坛 就叫做flower beds 花坛 所以inclose the flower beds 那就是什么 把花坛给包围起来 围起来 把花坛围起来 就叫做inclose the flower beds 就可以了啊 好 走一下 inclose a check for 好 一百的什么 这个是英镑 对不对 英镑 所以把一个什么 附上了一个价值 一百英镑的支票 所以此时inclose 表示附上什么什么东西 附上一个 或者附上一张 一百英镑 的支票 注意了此时这个chequecheck 也等于另外的一个checkcheck 他们是一回事 这样的单词值写法不同 是一样的 都表示支票的意思 所以那么就附上了一张价值多少呢 一百英镑的支票就可以了 inclose 此时就是使这个东西关在里面 叫随机附上 或者是把什么东西附在这个信件里面 都可以叫做inclose 所以这个单词啊 各位同学 你就记住两个核心含义 第一个 表示把它围起来包围起来 第二个 随着信件把什么附在里面都可以叫做inclose 叫inclose 下来 好 再紧接着往下 来 它的一些派生词啊 下面叫做inclose 好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词 那么 什么叫做inclose的 就是被围住了的啊 被围住了的被包围住的 随信含附上去的都可以叫inclose的 此时 加了一滴 只是变成它的雄词啊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叫做inclosure inclosure 我们说第一 它表示一个围场 或者是圈取来的一个地盘 围场 圈地都可以 ure 词是名词后缀 还可以指信里面的附件 就随着一封信寄出去里面有个什么附件 都可以叫做inclosure 好 来各位 下面这个搭配叫做a wildlife enclosure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一个wildlife叫做野生动物 所以一个野生动物的什么围场 一个野生动物的围场 我们就叫做a wildlife enclosure 就行了啊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 下面这个单词就不要简单了啊 叫做disclose disclose用作动词表示揭露 透露揭发 都可以啊 为什么呢 好 这个单词前面的前缀dis dis此时表示相反关系 对吧 中间的close此时叫什么呢 叫做关 关闭 关上 表示关 它的核心含义 你表示关 来 依此是个后缀 所以把它关上 关闭 关上的反面 是不是打开 对不对 打开 揭开 打开 揭开 揭发 揭露 是不是都可以 好 所以关闭的相反面 叫做揭开 揭发 揭露 都可以叫做disclose 来 我们看下面的搭配 叫做disclose details of什么什么东西 to the press to the press 辞职的press叫什么呢 叫媒体 所以向媒体怎么样呢 就说向媒体去揭发 或者是揭露这种细节啊 details 细节的名词 所以disclose details of something 就是揭露什么什么东西的细节 to the press 这个press我们说叫媒体 所以向媒体去揭发某个事情的什么什么东西的细节啊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它动词形式 来再往下 好 它的一些派生词 第一个叫做undisclosed undisclosed undisclosed 那就是什么 没有被揭露的 没有被揭发的 没有被披露的 你看 disclose叫揭发揭露 加了D变成它的雄词了 就是什么呢 被揭露出来的 被揭发出来的 原词是否定前缀 所以没有被披露的 没有被揭露的 没有被公开的 都可以叫做undisclosed undisclosed 未被揭露的 未被公开的都行 好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这个词叫做disclosure 你看disclosure 那就是它的名词形式了 URE名词后缀 所以叫做公开 揭开 揭露的名词 就叫做disclosure disclosure 来各位 我们来看看 叫做information disclosure 就是传说的叫信息什么 你也可以翻成叫信息揭露 但是我们其实会有更好的一个表达 叫信息什么 披露 比如一个上市公司 一个什么什么机构 做的信息披露 就叫做information disclosure 信息披露就可以了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再紧接着 那么这些都是和close 非常高度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排声词 是各位小伙伴需要重点关注的 好吧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 我们再来看看啊 下面这个词叫conclude 什么叫做conclude 你看我们中学就学过这个单词了 表示结束 结束或者是做出结论都可以叫conclude 前句con 此时我们说可以表示全部啊 都可以啊 全部共同一起都行 中间的clude 此时等于close表示关闭 接下来表示关闭的意思 好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各位 你看 原因字母由o变成了you 注意了中间发现没有 这个clause里面是o 啊 clude是you 原因字母改变 对吧 意思不变 好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看 符音啊 clause是s 啊 clude是the 我们说死啊 吐啊 的 这三个符音 他们是经常可以发生相互的 什么 可以相互 转换 啊 且 意思不变 接下来 s啊 t啊 的 这三个经常可以意思相互转换 而且意思不变 所以此时啊 这个clude和close 它是一回事情 代表是关闭 好 依此时依然是一个后缀 我们管它 所以字面逻辑就是 全部都关了 全部都关闭了 对吧 全部店铺都关闭了 全部事情都关完了 我们说叫做结束了 啊 所以叫结束 还可以表示做定出结论 对啊 结束或者是什么呢 做结论都可以叫做 conclude 啊 结束做结论 或者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总结 都可以叫做 conclude 好 那么中间这个词根啊 c u l d 你要知道 这个词根表示关和关闭 等于close 啊 好 下面就是这个 conclude 它的一些重要的派生词了 各位 我们先看第一个 conclusion 它的名词就是结论 结局 结尾 都可以叫做conclusion 好吧 来 这个单词不用多解释 爱文词词是一个名词后 你看 好 各位 从这个单词里面 你就能够看出它的关系 这里面 conclus 好 好 就等于conclude 它的动词形式 对吧 是一回事 啊 不管你是死啊 还是得 此时其实都是一回事 好 表示关 结束了 对不对 结束总结 爱文 此时仅仅只是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就是什么呢 结束啊 或者是结论的名词都可以叫做conclusion 好 各位 来 我们来看看 下面的这个短语啊 是各位同学一定要重点关注的 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考试 包括我们口语的表达里面 我们都会经常用到这个短语叫做得出结论 来 各位 得出结论怎么说 我们就可以这么来说叫做reach 啊 a conclusion 或者是draw a conclusion 或者come to a conclusion 或者arrive at a conclusion 这四个说法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翻译叫得出结论 好 所以小伙伴们 你平时在写作的过程里面 那么这四个里面 你随便用哪个都对啊 come to a conclusion 对不对 或者是draw a conclusion reach a conclusion 或者是arrive at a conclusion 都可以表示得出结论 好 这个短语把它记下来啊 来 就是concluding 那就是结束的结尾的熊词了 ing 是做了熊词后缀 结束结尾的 好 那么比较难的是下面这个词叫做conclusive conclusive叫什么呢 叫确凿的 你看 这个单词为什么叫证据确凿的 结 就已经是定了性的 定了性的 结论性的 确凿的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大家注意了 词conclusive 我们说表示结论 结论或者是这种结尾 对结束 ive我们说经常用作形容词后 这表示大 表示多 所以 结论已经非常非常大 非常多了 已经非常明确了 对吧 我们称主意叫确凿的 就是证据已经 对证据 结论都已经非常多了 你根本就没法狡辩了 叫做确凿的 确凿的 确凿的 或者是什么呢 叫做这种定了性的 确凿的 或者是已经被定性了的 定性的 都可以叫做conclusive 好吧 来 conclusive evidence 确凿的证据 conclusive proof 这个也叫证据 对吧 proof evidence都叫证据 所以叫做确凿 接下来表示确凿的证据 或者翻成 你看 conclusive results 那就是什么呢 叫做确定的结果 好 翻成就确定的结果 确定的结果 所以确凿的 或者是确定的 都可以叫做conclusive conclusive 好 就是这个单词 来 我们再紧接着 继续往下 下面 叫做inconclusive 那就是什么呢 证据还不充分的 还没法下定论的 证据还不确凿的 叫做inconclusive 下来 比如说 曾经在考研英语里面 我们就考过说 讲了一篇文章 说关于这个吸烟和死亡的关系 说早期啊 科学家们认为 证据还不够充分 证据不够充分 当时他就这么来说的 叫做什么呢 the 好 证据刚刚说过 叫做evidence the evidence is inconclusive inconclusive 证据还不是那么的充分 好 所以inconclusive 就不是那么的确凿 不是那么的确定 不是那么的充分 都可以叫做inconclusive 好 接下来 下面 conclusively 复词那就是确定的 决定性的 最后的 复词形式 就可以了啊 好 这个比较简单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 下面这个词 叫做include 什么叫include 我们说此时啊 这个单词非常的简单 前却in此时表示什么呢 叫做进入进去 clude表示关 所以把什么关在里面 关进去 关在里面啊 里面有了 就包含 包括 把什么东西关在内部 关在里面 叫做包含包括 对吧 包含包括 叫做include 好 来 他的一些重要的派生词 第一个 including 那就包括什么什么在内的 那比如说 前面 多号including 包括了老司机 所以including 把什么什么包括在内 叫做including 下面 inclusion 它的名词形式 Io名词后缀 所以包含包括的人 或者是是 都可以叫inclusion 单词都比较简单 不用多解释啊 来 什么叫做inclusive 又是一样的 你看 前面的这个词词的inclusive 就等于include 发现没有 再一次证明 哦 原来的和s 他们确实是经常可以 斯特德经常可以互换 他本质就是一回事 对 所以表示包含包括 IVE 我们说形容词后缀 这也表示大和多 包括的很大很多的 叫做包容 包括 对 叫什么呢 叫做范围 广泛的 广阔的 包括的很多 范围很广的 包容广阔的 包含了全部费用的 都可以叫做inclusive inclusive 好 这是个词 来 各位 我们看下面的这个搭配 叫做adopt more inclusive strategies 那么什么呢 adopt 就是采取了 更加怎么样 更加什么样的策略 更加广泛的策略 包含更广的 广泛的都可以 包含更广的 广泛的这种strategies 本身叫做策略 战略的名词形式 好 所以此事翻成叫做 采取了一个 更加 采取了更加 这种广泛的策略 好吧 就可以了 所以inclusive 就表示广泛的 范围广阔的 其实 就等于我们熟悉的 这个单词叫做extensive extensive 也表示什么呢 用作雄词 一般也是翻成 叫做广泛的 加来 好 所以 但是这个inclusive 它不仅表示广泛的 它还可以表示 包含了全部费用的 都可以叫做inclusive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在紧接地往下 那么下面 是它的反译词 你看 上面叫做include 下面反译词叫做exclude 把什么关在外面 叫排除在外 此时前缀ex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回了 我们说前缀ex 包括前缀e 对吧 包括es 是不是一样的 表示出去 一般表示出去 表示向外 都可以 好 此时的这个clude 依然表示关和关闭 依此时依然是个后缀 所以把什么东西关在外面 叫做排外 叫做独享 把什么东西排除在外 不包括 或者独享 都可以叫做exclude 下来 来 比如说你看 be excluded from school 比如somebody 某个人 is excluded from school 怎么翻译 你不要翻译成说 某个人被学校排除在外 错了 我们不是说人不会说被学校排除在外 对吧 我们说人被学校怎么样 开除 所以某人被这个学校开除 我们就可以翻译叫做 somebody is or was excluded from school 某人已经被学校给开除了 好 这么翻译 来下面 这个表达叫做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negotiation 那就是排除了什么样 好 已经基本上排除了什么 negotiation叫做谈判 谈判的可能性 已经排除了这种谈判的可能性 叫做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negotiation 好 这是这个表达啊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 excluding 那就是把什么排除在外 和包括的 借此形式就可以了啊 反应词叫做including 包含包括啊 来 exclusive 你看 exclude 表示排外 所以exclusive 那就是排外的 独享的 排外的 独享的 把所有人都排除在外的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享受的 就叫做exclusive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词 把他下来啊 在考试里面 不管是四六级 好 这个单词大家一定得认识啊 来 不管是什么四六级啊 包括考研啊 雅思托弗啊 这个单词都是经常会出现的啊 所以一定要把他记下来 来 各位看一下 好 这个词在这 那么exclusive 我们说叫做排外的 独享的 独家的 那么名词化以后叫独家报道 都可以叫做exclusive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啊 下面的几个搭配 第一个 have the exclusive right 此时我们怎么理解呢 来各位 有什么样的权利 各位 我们就翻成叫做拥有这种独家的权利 好 拥有独家权利 叫做have the exclusive right 就是把别人都排除咱们没有 只有你一个人享有的权利 就叫做exclusive right 后面 exclusive use 那就是独家使用 不给别人用 mutually exclusive 叫做相互是排斥的 相互排斥 相互不兼容 都可以叫做mutually exclusive 好 来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 他的副词形式叫做exclusively 那就是排外的 独占的 排他的 副词 不用多解释 好 下面叫做什么 叫做exclusivity exclusivity 那么ity是什么名词后缀 所以叫排他性 或者是独特性 独享性 独占性 都可以排他性 独占性 独享性 都可以叫做exclusivity exclusivity 都行 排他性 独占性 你看 这种单词排序 20,085 表明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词汇了 来 各位 我们来看看这种感觉 下面这个怎么办 就比如说 somebody preserve a feeling of exclusivity 某人保存了这种什么独特的这种感觉 感情 好 所以preserve叫保留保存 保留了这种a feeling 一种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呢 一种独特的这种感觉 所以exclusivity 那就是独特性 独特 某人保留了下来这种独特的感觉 所以某人或者是什么 这个翻译叫保留 保留下来了这种独特的 或者独有的这种感觉 或者这种感情 好 都可以 所以a feeling of exclusivity 那就是一种独特的感情 或者一种独有的感情感觉 都可以 好 这他的名词形式 来 再紧接着继续往下 下面 下面的这个单词 来 在这儿 叫做什么呢 叫做exclusion exclusion 当然就他的名词形式了 就排外的名词 排外开除的名词 比如说 the exclusion of disruptive students from school 把 你看 exclusion 这些学生 那就是依然是把学生开除 什么样的学生呢 disruptive 什么叫disruptive 用作雄词一般翻译成叫什么呢 就是那种 爱捣乱的 爱人事的 对不对 爱带来破坏的 因为本身这个disrupt 我们说本身叫做 打扰 或者是破坏 什么什么的氛围 都可以叫disrupt 所以disruptive 那种爱扰乱秩序的 很有破坏性的 都可以叫做disruptive 所以把那些爱捣乱的学生 把这些爱捣乱的 或者是极具破坏力的这些学生 怎么样呢 开除 学校 把那些爱捣乱的 具有破坏性的这些学生都开除了 此时exclusion 它的名词形式表示开除 好 在紧接转下 下面是它的这个蓝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exclusionary exclusionary 本身exclusion表示的是什么呢 排外 开除 所以ary此时做了一个形容词后缀 来各位啊 前面的exclusion 此时本身就是排外 排外或者是开除的一个名词形式 ary此时它做了形容词后缀 做了形容词后缀 翻译成de 所以整个单词就是排除在外的 对 表示排除在外的 就可以叫做exclusionary exclusionary 接下来 exclusionary 表示排除在外的 或者是这个把某人排除在外的都可以 好 各位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叫做exclusionary business practice 就是用排 翻译成叫排外的这种商业做法 当地人联合起来 不让外面的人进来做生意 这种感觉就是排外的商业行为 practice表示行为 或者说实践 business practice 就翻译成叫商业行为就可以了 好这些排外的商业行为叫做exclusionary business practices 好走一下 来下面这个单词呢就稍微有一点难度了叫做for close 什么for close 指的是银行取消了抵押品的这种赎回权或者排除了什么东西的可能 好这个单词是怎么出来的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看前面这个for此时等于foring 表示外外面或outside 应该foring叫外国人外国人 表示外在这里面这本身就有外的意思 所以表示外面close 应该close关嘛 把什么关在外面 我们说叫做排除在外 排除在外 排除了什么什么的可能 或者是银行 注意了还可以特指银行 什么取消了某种赎回权 取消了某种赎回权利 好比如说你原本把房子压在银行里面 对吧到期没有把钱还上 他就取消了你的赎回权 来各位这种感觉就叫做for close for close 说白了就是把你把那个房子拿回去的权利 给它排除在外了 取消了赎回权 好或者是排除了什么的可能 都可以叫做for close 来各位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句子 来大家看看啊 叫做the bank foreclosed on the mortgage for his previous home 来那么bank只是表示银行 银行怎么样呢 各位银行取消了他的这种房子的什么 赎回权就可以了 你看好中房子抵押 抵押房子的对 好这个抵押没有翻出来 这个mortgage下来 mortgage表示抵押 抵押贷款 所以the mortgage for his previous home 他之前抵押的那个房子 所以银行已经把他之前抵押房子的赎回权给取消了 所以for close叫取消什么什么东西的赎回权 就把或者字面你可以这么来说 银行已经把他之前的那个房子的那种抵押的这种权利 怎么样呢 排除在外了 对吧 这种感觉啊 所以此时for close我们就翻成叫取消了什么什么的赎回权 把它下来或者是把什么东西排除在外就可以啊 来后面我们看看这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for closure for closure它的名词形式 URE是个名词后追 所以取消了这种赎回权或者什么对抵了财产的这种占有 对啊 对抵押的财产直接把它占为己有 占为这种银行所有了 来各位 我们看看啊 if home owners cannot keep up the payments 如果房屋的拥有者们不能够继续去偿还这个付款的话 payment付款对吧 继续去付款的话 他们将会面临什么呢 这种抵押财产被人占有 或者是他们就没有资格去赎回这个东西了 或者面临他们的赎回资格被取消 所以啊for closure 我们说取消赎回资格 好就可以了 好 keep up with something 或keep up什么什么东西 叫继续 如果他们不能够继续去付这个钱的话 那么就会面临这种房屋的赎回权被取消啊 抵押品的赎回权被取消 都可以叫做for closure for closure 好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单词了 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啊 来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什么呢 叫secluded 叫清静的啊 隐居的都可以 这个单词大家注意了啊 清静的啊 一般指的是清静的安静的 好就做secluded啊 一般就清静的安静的 这个se这个se等于secret叫秘密 clude就比较关 把你关在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 就只有你一个人 对吧 来我们称之为叫做清静的 一地词是个雄仇坠 叫做清静的 好 接下来表示清静的 或者是翻译成什么呢 好 叫做清静的啊 或者是翻译成叫清幽的 接下来 清静的或者是叫做清幽的 都可以叫做secluded 没有那么多人来打扰你的 就把你一个人秘密的关起来 关在一个地方 就清静的 清幽的都可以叫做secluded 好吧 secluded 来各位 我们来看看 a secluded garden 一个清静的花园 清幽的花园 a secluded beach 海滩 一个清静的海滩 对吧 好 spot 是一个景点地点 一个清静的这么一个地点 所以secluded 接下来就表示清静和安静 好 这是个词 好 下面 to lead a secluded life 那是过一种什么呢 清静的生活 过一种清静的生活 就叫做to lead a secluded life 好 这是个短语 下面 seclusion 清静幽静 清静幽静 与世隔绝 都可以叫做seclusion 好 爱文 此时是个名词后缀 来在紧接地往下 下面的单词叫做什么 叫做preclude preclude 我们说叫提前去防止某事 提前去防止 去排除什么风险 提前去防止 去排除什么的风险 都可以叫preclude pre本身就表示前提前 clude 关闭 所以提前把东西关闭 在危险来临之前 提前去把一些隐患关闭掉 对吧 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 叫防止什么什么事情 防止什么事情的发生 或者是阻止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都可以叫做preclude 比如说preclude him or his serving in the army serve叫服务 serving in the army 在军队里面服务叫服兵役 所以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叫做妨碍某人 或者阻止某人去服兵役 好 接下来 妨碍某人干 妨碍某人去做某事吗 或者阻碍阻止某人去干什么 对吧 所以妨碍某人去服兵役 妨碍他去服兵役就可以了 所以serve in the army 或者serve in the military 都可以表示服兵役 提前就去把他这个事情关闭 叫做阻碍 防止 妨碍都可以叫做preclude 叫做preclude 好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这个词 下面这个单词叫做reclusive 什么叫reclusive 叫独处的 隐居的 来 首先把这个单词记下来 叫做recuse 什么叫recuse 来 看下面 来 各位同学 recuse 好 这个单词怎么来的 前缀re等于返回回去 对不对 表示返回 表示返回回去 好 此时的class表示关 所以把你关回去 把你关回到一个那种状态里面去 把你关回到一个深山老林里面中去 所以这种感觉 什么叫做recuse呢 我们说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隐居者 一个避世者 对不对 避世的人都可以叫做recuse 就把你关回到那种比较原始的状态里面去 关回到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去 就可以叫做recuse 隐居者 隐居者或是避世的人 你看 a recluse is a person who lives alone and deliberately avoids other people 自己一个人生活故意去避开其他人 对不对 叫隐居者 所以把自己关回去 关回到那种深山老林里面 叫做recuse 隐居者 避世的人 好 那么reclusive 此时就是他的一个小名词 叫做隐居的 避世的 独处的都可以了 你看 the reclusive man 其实就等于 他的名词形式叫recuse 就是翻成叫做隐居者避世的人 都行 好吧 好 一个是他的小名词 recuse close是他的名词 隐居避世的人 好 在紧接转下 下面这个词叫做close close我们指的是 一般是法律里面的某个条款条文 还可以指一个从句句子和分句 那么这个单词怎么来的大注意了 这个单词它原来开始指的是什么呢 它这个close也等于close 表示关闭和结束 所以它一开始其实指的是一句话的结束 一句话写完了 对不对 后面引申出来叫条款 我们法律里面的一个条款 就是一句话单独的 不一个条款 对不对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中国人民有什么言论自由 你看一句话讲完了 这叫一个条款 所以表示条款或者是叫做条文 都可以叫close 好 这他第一个意思 还可以表示句子 因为一个一句话说完嘛 对不对 句子后面单独用来指 叫从句 表示从句叫close 从句 所以把接下来 原本啊 这个close 它的字面含义指的是 结束的一句话 写完的一句话 后面引申出来 是法律里面的那种 写完的一句话 叫条款条例 以及后面引申出来 一句话又再往上 在我们的语法里面指的是从句 叫做close 好 表示从句这个意思其实非常不好理解 所以建议呢 可以实际背一下 好 来各位下面 这个叫做什么呢 你看 叫做attributive clause attributive我们说叫做什么 叫定语的限定的 所以叫什么呢 叫做定语从句 接下来 好 定语从句 所以attributive clause 这个attributive clause 就翻成叫做定语从句 就可以了啊 这个定语写错了 好 叫定语从句 relative clause 那什么呢 叫做关系的这种从句 relative叫关系相关 关系从句 好 所以close 但是啊 这个close表示从句 或者是一个法律里面的条款条文 都可以叫clause 来下面的这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clostrophobia clostrophobia这是一个高难度词汇 叫做引起幽臂症的 患有幽臂症的 这个单词你不要被它吓到了 其实很简单 前面这个clostra就等于close 它本身也表示关闭 后面这个phobia phobia这是个词根 把它加来等于fear 表示担心害怕 IC熊凑罪 所以因为把你关起来 而感到害怕的 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 叫做患优 引起幽臂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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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患上了幽臂症的 都可以叫做clostrophobia 好 所以这个close就等于close 表示关 这个phobia表示害怕 来各位 所以phobia表示害怕 比如说 我们来讲几个词 你看这个点子我们讲过了 叫做cytopphobia 这个cytop这个词根 我们刚刚才讲过 它表示饮食 对吧 食物 好 phobia表示害怕 所以翻成叫做喂食 就害怕食物 啊 净胃的那个胃 好吧 表示好 喂食的 净胃的那个胃 来 好 稍等啊 表示喂食 食物的食啊 表示喂食的 或者是喂食症 好 因为这个 这个什么 IA结尾一般是用作名词后缀 表示什么病症 所以就害怕 担心吃的那种症状 对 叫做喂食症 来 包括下面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 monophobia 这个mono 什么叫mono mono表示单 或者是一 就一个人 所以害怕一个人的这种症状 对不对 叫做什么 叫孤独症 啊 叫做害怕孤独症 啊 害怕孤独症 mono表示单一 一个人啊 phobia表示害怕 害怕的这种病 所以害怕这种孤独症 或者孤独恐惧症 对不对 孤独恐惧症 啊 这样会更好一些啊 孤独恐惧症 叫做monophobia 就行了 所以从这里面打出了 你要知道 哦 原来这个phobia 本身表示这个phobia 表示害怕的意思 等于fear 所以前面的cluster 等于close 表示关 关起来之后 觉得害怕 叫幽闭症 引起幽闭症的 患有幽闭症的 都可以叫做 claustrophobic 叫做phobic claustrophobic 所以是IC结尾啊 好 来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slot slot 这单词啊 大家要注意了 表示一个机器容器上面的一个狭草 或者是一个头壁口 都可以叫slot 来 就是大家以前有没有见过 来 我给你展示一下 什么叫做slot啊 各位 slot这个东西啊 比如说 你看 这种感觉叫slot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就以前我们玩的那种什么投币机老虎机 啊 投币机老虎机 所以大家以前在打游戏的那个时候 你投进去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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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口 叫做slot 好 回到这个单词本身啊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在你原来啊 去打游戏啊 对 在那种这种游戏厅里面玩的那个东西就叫做啊 那个slot 来看看这个单词啊 好 所以slot 它也和这个close有关系 来 前面的这个slot就等于啊 叫做close 或者是close 都有形容 表示关闭 所以它指的是啊 东西放进去就被关在里面 你看投币机那个草口 你看 所以它叫草口 它指的是一个狭小的一个草 一个狭 狭小的啊 一个草口 对吧 狭小的一个草口 或者是投币的这么一个口 出来了 就是把扔进去就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 对吧 好 所以狭小的草口 投币口 都可以叫做slot 好 那么动词化 就是把什么放入那个狭口里面 都可以叫slot 来各位 你看 drop a coin into the slot 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硬币 把这个硬币叫做coin 对 所以把这个硬币投入到什么呢 这个什么 这个投币口中 就可以了 好 所以此时是这么来翻译的 所以into the slot 就是什么 把这个硬币 把这个币投入到那个投币口里面 叫做drop a coin into the slot 好 book a time slot 预定一个时间段 注意了 所以time slot 这是个固定搭配 叫时间段 表示时间段 叫做time slot 这是个固定用法 好 预定 所以是book 动词表预定 预定了一个时间段 下面slot machine 就是我们说的 叫投币机 或者是老虎机 以前 玩游戏的老虎机 对不对 投币机 老虎机 都可以叫做slot machine 或者说 任何一个 只要是投币进去 就可以玩的 买东西的 都可以叫slot machine 好 所以slot 我们说投币口 投币那个侠草 动词把什么 投在侠缝里面 都可以叫slot 还有这个短语 叫做time slot 翻成叫做时间段 好 那么 各位同学 这就是我们在本节课里面 讲到的所有的单词 那么 大家去稍微的留意一下 这些全部都是和我们的这个close 或者是clued 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单词 那么下去 把它们全部都记下来 好吧 各位同学 那本节课我们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一次课再见